刘光一彩的白宝箱 精雕细琢的椅子 魏猛无比的黄金战车 铜体宝石的权杖 这些都只是墓葬的冰山一角 真正令人们为之动容的是其中一件文物 曾有考古学家直言道 这绝非地球上的东西 专家们在墓葬中发现了怎样颠覆人类认知的文物 图坦卡蒙的墓穴还藏着什么秘密 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 探讯一下这段法老之谜 霍华德·卡特 1874年5月9日 出生于英国牛津新普顿县 因对考古学有着极大兴趣 他在16岁那年便前往埃及 成为著名学者皮特里爵士的束手 由于他表现卓越 不久后 他受到埃及考古局局长的赏识 因而在26岁出任 古埃及努比亚的一级监督官 担任一级监督官那段时间 卡特对图坦卡蒙领墓的工作充满兴趣 他的顽固相当出名 为探寻真相 他费寝忘食 甚至不惜辞去工作 在他穷困潦倒之际 英国的卡内尔勋爵 愿意出资金援助 并邀请他参与到挖掘帝王谷的队伍中 帝王谷不明思义 就是埋葬古埃及历代帝王的所在地 因为盗墓贼活动频繁 早在学术研究前 大多数帝王陵墓就被挖掘一空 听运的是 卡特此行的主要目标是图坦卡蒙领墓 据资料记载 图坦卡蒙领墓是帝王谷中最神秘的存在 三千多年里 图坦卡蒙从未被发现 更别提挖掘一事 不过卡特不信这个邪 他开始收集大量资料 并绘制周边地图 是要在有生之年实现夙愿 就这样 一行人在帝王谷忙碌了五年时间 那段时间 身处英国的卡尔纳勋爵内心 被消磨得一干二净 他直言道 倘若一年内找不到图坦卡蒙领墓 会撤销所有援助 缺乏援助资金 别说挖掘领墓 就连生活供给都会成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卡特不敢耽搁 他投入到夜以即日的研究 是要在接下来一年内 找到图坦卡蒙领墓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1922年11月4日 平日里送水的埃及男孩 透露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他说道 来的路上发现一块沙地 出于好奇 我走到沙地中央 谁知沙地中央赫然出现一条 两米长的石巾 听到这个消息 卡特兴奋不已 他让小男孩领路 并叫上所有队员一同前往 里达目的地后 卡特和随行队员来到沙地中央 他们用铁锹清理石杰旁的碎石 清理结束后 一座石门浮现在众人视野中 常年研究古埃及文字 卡特一眼辨认出石门上的字 图坦卡蒙之墓 此时此刻 卡特欣喜若狂 他喊道 图坦卡蒙的墓葬 我终于找到了 冷静下来后 卡特叫来随行人员 他们开始制定方案 一段时间后 两个穿好防护服的男子 来到石门旁 他们小心翼翼地推开石门 由于内外两侧亮度差距大 起初 卡特眼前都是黑漆漆的一片 等眼睛适应光线强度后 眼前的景象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汤姆结舌 相比于其他埃及帝王的墓葬 图坦卡蒙的墓葬并不大 但其内部储存的珍宝数量 却数不胜数 他们用探测仪检测了周围空气的质量 并使用各种方法 确认墓葬内是否安全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一行人进入墓葬 墓葬口共有六辆车 分别是三辆日常马车 两辆礼仪车 和一辆小型战车 小型战车体积虽小 但价值却是最高的 战车同体由黄金构筑而成 其机械结构和设计理念 远超同一时代水平 小型战车的出土 刷新了人们对古埃及战车的认知 让人们惊叹古代工艺水平之高 紧接着 众人来到墓葬中央地带 这里正是图坦卡蒙光果的摆放处 看着光果外层完整无缺的金皮 卡特赞叹道 光果没有人为痕迹 看来我们是三千年来 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人 此言一出 众人心情激动 他们迫不及待 想要一睹这千年法老的真容 打开棺果后 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外层 足足包裹七层 每一层都镀上黄金 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前四层为木质相及 打开后 映入眼帘的是 一块石英石铸成的石棺 石棺盖打开后 里面装着一个 美轮美奂的人形棺 相比于外层 人形棺材是重头戏 人形棺上镶嵌着 红马脑 粉钻 绿钻等 西式宝石 人形棺下是一个 通体漆黑的小型人形棺 据专家描述 小型人形棺全部由黄金铸成 外部涂抹的黑色材料 为散播香气 清理完表面的黑色材料 一个精美的黄金人形棺 呈现在所有人的视野之中 资料记载 黄金人形棺正面雕刻着 手握权杖和神边的法老 厚度为三厘米 重量高达111公斤 黄金人形棺重量过高 卡特一星八人 用尽吃奶的力气 才缓缓将其打开 打开后 众人率先看到的是 图坦卡蒙头上的黄金面具 黄金面具是古埃及工艺顶峰 通体由黄金打造 眉毛由蓝玉雕刻而成 眼睛由黑钥匙打造而成 即便过去千年 黄金面具依旧散发着绚烂的光彩 令在场所有人无比叹服 探索完图坦卡蒙的棺果后 卡特一星人继续深入研究 他们在墓葬内 发现两具女婴木乃伊 后继实验室研究 两名女婴分别是六个月大 和九个月大 DNA鉴定显示 两名女婴与图坦卡蒙 有着直接的亲属关系 这种现象令专家们犯了疑 图坦卡蒙贵为一国君王 她的女儿地位尊崇 按照常理来说 图坦卡蒙可以给女儿们 重新修剪墓葬 那么为何图坦卡蒙没有这么做呢 根据资料显示 这应该是某种仪式 在古埃及 女性的地位比男性地位高 她们被誉为于神笔间的人 图坦卡蒙之所以将两个女儿 和自己埋葬在一起 大概率是让她们充当自己 前往冥界的保护者 让自己能安然转世 截至目前 图坦卡蒙墓葬中的一切文物 都有迹可循 均在情理之中 但随着探索深入 一件颠覆人类认知的文物浮出水面 黄金人形关旁 有一把特别的匕首 匕首刀鞘由纯金打造 这并不稀奇 不过刀身却由铁锻造而成 历经三千多年 匕首崭新且锋利无比 需要知道的是 人类工具主要可分为四个时代 分别为石器时代 青铜器时代 铁锡时代 和机械时代 图坦卡蒙统治时期 为公元前1341年 到公元前1323年 隶属于青铜器时代 那段时间 无论是埃及 印度 巴比伦 还是中国 都未掌握铁锡锻造技术 据史料记载 人类最早进入人工野铁时代 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比图坦卡蒙死亡时间 晚了整整1000年 更重要的是 各国考古学家 研究所有资料 都没能找到 这把匕首的出处 万般无奈下 考古专家 将这把匕首 判定为错位文物